12月8日推特上专门发布白纸革命消息的账号发文说 有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投稿称 目前中央专案组已经进驻学校 并将学生的抗议定性为境外势力煽动 第一位举白纸的女生依然情况不明 其他参与抗议学生从26日起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而且不仅参与抗议的学生被秋后算账 有任何老师也被调查 手机电脑都被没收 做完笔录写了保证书后才被暂时放过 这位学生说 国安正在按名单监控部分学生 很多网友回应贴文说 开始秋后算账了 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有境外势力 他们没脑子也觉得其他人没脑子只会被煽动吗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